那子供多厉害 一惹吕重 一猜就猜中 所以子供后来很有钱 同学们守了三年之伤 都要回家各自谋生 因为你没有钱才维持了 那子供就是以前发的财 所以比较有钱 就可以继续受伤 而这种子供的表现在庄子里面 受到批判了 为什么 还记得县问编第十四吗 县是谁 原县 原师 庄子就提这个人 庄子很喜欢把孔子的穷学生 拿来当代表 他说原县这个学生 他非常穷困 住的地方简直是残破不堪 然后子供坐着大马车 什么大马车 这个马非常的高大 车非常的漂亮 穿的衣服 里面是什么天青色的 外面照上白色的衬衫 外衫 真是漂亮 都是名牌的 LV的 但是去见这个同学 巷子进不去 为什么 巷子太小 他的马车进不去 子供只好下来 去看看 不用敲门 门就开了 为什么 那个门根本就没有门锁 不需要锁了 以为给我没东西可以偷 结果子供说 老兄 你怎么这么落魄呢 原县知道机会来了 我不是落魄 我是贫穷 念书人有理想 而不能实践 才是落魄 子供立刻修缠得不得了 想到老师的教训 安平乐道 原县成神追击 庄子有时候也是得理不劳人 说念书为了惨媚世俗 在外面表现赚钱 我不屑于做 就直接讲 讲了子供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此再也不敢来看他 顶多只能发这个email 不敢见面 所以子供在后面的 许多学者的眼中 他是有他的成就的 就是符合社会上 所谓成功人士这个标准 但是你符合社会的标准 你能符合孔子的标准吗 不一定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怪子供的 孔子也说过富而好理 对不对 你有钱的 你尊重礼仪 礼节 礼貌 很好 有钱人有礼貌最可贵 彬彬有礼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有钱跟礼放在一起 礼一定需要基本的配备 对不对 你没有这种装潢 这种摆设 你那个礼就不能实现出来 太寒酸了 那你贫的话就乐道 所以各取所需 但是你只要用正当的手段 赚了钱 没有坏 这不是坏事 孔子也说富而归 是人之所欲也 但是要以其道 正当的途径来得到 就可以了 好 那接着我们就要到了 论语的最后一边 摇约一边 最后一边看得出来 好像它的材料特别少 只有三章 并且第一章应该是教学的时候 用的教材 等于把古代的历史 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先念前面四行 摇约 知耳顺 天知立树在耳宫 允知觉中 四海困穷 天路永中 顺义密语 约 于小者旅 敢用玄母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设 地臣不必 减在地心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那么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第一段白话 摇让位给顺的时候说 听着你这位顺 天的任命 已经落在你身上了 你要忠实地 把握正义原则 允知觉中 中就是正义原则 我们不是说大中自正的中吗 就是你身为政治领袖 一定要维持正义 因为你是最后的裁决者 如果天下百姓 都陷于困苦贫穷 天的路会 也将永远终止 代表什么 没有长保天命的 什么万岁天子 没那回事 老百姓不支持 你就完了 所以摇把位置传给顺 顺是谁 顺是摇的女婿 并且在摇还在世的时候 让顺先代理执政 二十几年 那么 虽然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也做过代理天子 但是摇孩子提醒他 你要把握正义原则 绝不能有任何偏袒 虽然后来也以这番话 告诫于 所以你就知道 这是上课的教材了 代表古代的相传的心法 就是一个字 正义 中间的中 啊 感谢观看